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沙收获的 除了各国徽章 还有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 但对于自己此次奥运之行 他却只打出了80到85分的分数 会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吧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表现来说吧 我觉得自己也是完成任务 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但我觉得确实没拿到金牌吧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还会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吧 然后也可以还会有自己继续提升自己的很多空间吧 所以我觉得整个比赛还是85分 这15分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最好吧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在奥运会赛场上 孙颖沙两次击败日本名将伊藤美成 为中国队夺冠扫清了障碍 谈起这位对手 他说其实每次与伊藤交手 他都非常开心 我觉得他有很多优点 我们去学习吧 包括我觉得他在场上的打发风格 包括他对他在比赛中的变化吧 我觉得其实他有很多优点 值得我们去学习吧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我们俩 维斯达是输赢吧 我觉得还是总能看到对方的改变 包括进步吧 然后我希望其实 有伊藤家有对手 我觉得其实自己也一直在 逼迫自己加快进步吧 然后也在不断提高自己 孙颖沙于2017年入选国家一队 迄今已经四年 如今又成为奥运冠军 目前正在按照防疫规定 进行隔离的他 每天除了比赛总结 体能训练 还会学学英语 隔离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他说感到自己的球技 心态 思想都在逐渐进步 因为自己也是 打过伊藤运会了吧 自己也自己参加了 我觉得收获很多吧 其实 其实这种感受 其实包括 氛围啊 包括自己的感受吧 内心上的感受 其实真的还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带着这次的奥运之旅的感受 能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吧 孙颖沙表示 随着一次次大赛的魔力 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本届奥运会他没有出战混双比赛 将来也愿意在混双搭配方面有新的尝试 混双肯定还是大头多 但是如果要跟东哥配我肯定也可以 就是肯定会很还是非常开心吧 我觉得 然后可以尝试 但是配的多的话 你要说还是肯定跟大头多一点 接下来 孙颖沙还将迎来11月份的世锦赛 他说目标依然是拿金牌 我觉得自己还是 做好自己吧 我觉得还是全力以赴 每天的训练 然后及时去丰富自己吧 然后还是要希望自己能够 综合学历越来越强吧 我觉得目标 我觉得还是一场场去拼吧 我觉得目标肯定 肯定还是想拿金牌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 因为每一位选手其实都非常强吧 我觉得还是全力以赴 做好自己当好每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